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我们特别看到香港股市 特别是香港的恒生的一些H股 出现了明显的飙升 包括像什么吉利汽车 长城汽车 都在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一倍 那甚至从7月24号脱欧以来 英国脱欧以来 香港的地产股出现爆炸性的喷出 这些地产股包括了新鸿基 长江实业 横基地产 九龙舱 甚至连香港地铁的价格 都在过去这一个半月不到的时间 涨幅超过两成之多 从香港的地产股的大涨 跟香港房地产的萧条 这个背离我们要怎么做解读 我们差不多做一个观察跟掌握 那另外我们来观察一个重要事情 就在前天 泰国政府正式宣布 那泰国这个曼谷道清迈的高铁 由新干县得标 日本新干县正式击败中国的工程方 得到了泰国高铁的标案 可是这个细节藏在魔鬼之中 安倍的三支箭竟然射到泰国去 这一次整个泰国高铁的得标 基本上最大的赢家是泰国政府 最大的输家好像不是中国中车 最大的输家可能是日本新干县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要从造价来说明 你知道泰国这700公里的高铁 它平均每公里的造价 只有台湾高铁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用这个报价来台湾再盖第二条高铁 只要1000亿台币不到就可以盖完 为什么新干县有那么低的价格意外 然后得到这支泰国高铁订单 它的企图是什么 而泰国政府的算盘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做好好的说明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菲律宾 这个杜特蒂总统不得了了 官方还有一个惯性 他现在单月份清美 双月份清中 就是13579月份清美 2468月清中 所以杜特蒂初一初五不一样 逢单月份就有清美的言论 反中的说法 到了双月份就有反美的言论 清中的说法 所以到底怎么看菲律宾最近 杜特蒂对于内政 这个只要是毒贩全杀 零可错锅一万 不可这个 零可受漏掉漏杀一万 但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个漏掉 那对于中国又有新的动作 派出了前总统罗穆斯 准备做特使 先到香港来摸摸路 来摸摸门 是否四处打开中非之间 目前冷冻的外交关系 好 怎么观察 从全球市场大涨 涨到香港地产股 看到泰国高铁 看到菲律宾最近的动作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是台大哲学教授 岳与正 岳老师 好 第二位请教资深财记者 丁万明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分析师 也是我们的财经部落客 坦克爷 好 我们先看到 坦克爷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现在有个特别的现象发生了 因为全球最近 在英国拖之后 这个风险偏好大幅的拉高 使得大家开始追逐各项的资产 包括了股市大涨 包括最近汇率大涨 新市场货币涨得很凶 另外包括了原物料也更大涨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亚洲金融中心 香港的股市 其实最近香港恒生指数 表现也相当不错 可是香港恒生指数 这次能够转强 最重要原因是 香港恒生的地产指数 出现了狂飙 那观众知道 因为香港的股市当中 地产股仍然是以香港本地 本土的地产股 占有大部分的权重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从6月24号 这个英国脱欧之后 我们看到 整个像新鸿基的涨幅 从85块钱 涨到113块钱 涨幅高达32个百分点 32% 长江实业地产 从6月28号的44块钱 涨到57块 波段的涨幅高达27个百分点 横基地产 从6月24号到8月9号 涨了17个百分点 九龙舱 从6月24号到8月1号 涨了26个百分点 连香港地铁港铁 从6月24号的36块 涨到7月29号的44块 波段涨幅有22个百分点 同时间香港恒生指数 只涨了14个百分点 也就是香港大型的地产股 普遍都是香港恒生指数 两倍的涨幅 也带动了香港恒生指数的走高 那这个到底怎么做解读 因为我知道台湾投资人 很少去买香港的地产股 但这个现象很重要 因为长江实业 新鸿基 香港地铁 基本上他们都是国际型的 跨国地产公司 他们的大涨代表什么现象 我们这边有个很可爱的指标 我们制作人特别把这个数据 整理出来 就是恒生地产指数当分子 来对除香港恒生指数 它会出现一个比值 恒生地产指数是分子 恒生指数是分母 所以当地产指数长得快的时候 这个比值会变大 当恒生指数长得快 而地产指数跟不上的时候 这个比值会变小 所以这个数字就有上有下 那其中意义我们做观察 第一个我们去看这个比值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恒生地产指数跟恒生指数 会没有来看这一块 虽然我们的这个触控 荧幕有点旧有点花 可是假如你家电视机 还没换8K的话 应该还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最近这一段 出现了极高度的喷出 就是从今年6月份 英国拖之后 忽然香港的地产指数 跟香港股市出现脱钩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近零售也很差 周大福已经连续四季调降财报 香港现在的路客观光潮越来越少 也使得香港的房租出现大跌 那为什么香港的地产股能够大涨 上一次 上一次 当恒生地产指数跟恒生指数 出现快速背离的时刻 观众 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 这个次贷风暴 再近一点是2012 13的时候 欧债风暴 那再往前推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前提的背景都是人民币的贬值 导致资产泡沫的喷出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场股价上的灾难 所以讲到现在大家知道 香港地产股的暴冲 到底暗示了整个亚洲市场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那另外一点我们要做观察 就是又是个笔子 就是A股跟H股的溢价 这边创下10个月以来的新低格局 因为过去大陆挂牌 会到香港挂牌 会在本地挂牌 那大陆挂牌就H股 那本地挂牌用人民币计价就叫A股 然后又港币计价在深圳 就是深圳B股 用美元计价在上海 就是上海B股 所以AB股跟H股 都有溢价的一个发展 就是本土的比较贵 而海外挂牌的比较便宜 那这个溢价在过去资金不能流动 股票不能互还的过程当中 长期维持至少平均两成 五成八成的溢价 可是最近这个溢价指数 观众注意到 开始快速的一个收敛 所以香港的房地产股大涨之外 另外就是香港的H股 全面出现喷出的一个变化 这时候出现两个面向 都是有点笔子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美丑 全球的高低 全球的智慧 聪明与否 愚蠢与否 它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爱因斯坦 讲了相对论之后 就没有人敢讲绝对论 因为世界上所有东西 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先请教坦克宜 我们从A股跟H股的溢价 开始快速收敛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最近香港的H股 特别是中小型的 大陆在香港挂牌 狂飙 什么长城汽车 吉利汽车 像顺允光悬 每天一涨 就是18 18这样涨 您的观察 好 我们先跟大家讲 A跟H股 然后再来讲房地产 因为刚刚世光讲到说 景气不好 观光客都不去 路客都不去 为什么港股这么强 因为很简单 我们回来讲台股 景气不是听说不怎么样 可是为什么台股 已经9千亿了 所以逻辑其实很简单 因为股票影响指数有两个 影响指数的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资金 一个是景气 景气不好 但是钱 钱可以把它堆上去 我们先来看 其实刚刚世光讲 A跟H股 普遍的溢价现象 折亿价 对 折亿价的现象 我们来看 平均大概86档股票里面 高于这个 A股的价格高于H股的 有86档 A股是大陆国的 H股在香港块牌 对 然后只有三档的话 是H股比较高于A股 所以普遍来看的话 溢价超过两成的 就有68档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因为大部分来讲的话 A股其实相对的价格 同那一股所代表的价格 在A股的价格会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香港有国际的投资人 被开放 A股的话 这个比较封闭型 所以没有大幅度的开放 所以中国的黄金角 去了香港就变成香港角 对 所以组成分子 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 参与分子不一样 对 参与分子不同 所以说这个股价的话 会有折一价的现象 那这边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 大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 还是在这个港股的折价 比较多 好 那第二个 刚刚世光提到的 就是港股比较便宜 港股相对来讲 一股代表比较便宜 那这里的话 其实A股对H股的溢价状况 刚刚世光讲过 创业底下其实 前一阵子 因为其实曾经有跌破100 这个指数的第一 就代表说100 是大概评价 就是两边的价格一样 然后低于100 就代表这个 A股比较便宜 高于100 就代表A股比较贵 那这里其实在前年 深港通 这个护港通之前 其实入股的话 大概在80几 其实A股的话在80几 其实比那个香港 股票还便宜 便宜 对 但是因为宣布 这个护港通之后 我们就看到 快速的拉过100之后 开始一路飙 到154 最高简单来说 就是1比1.5的概念 所以其实前一阵子 是实现一个大闸现象 所以本来A股在护港通 开始前是H股的八折 开放之后 不仅从八折回到一倍 而且变成1.5倍 最高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的话 最近开始修正 就是很拉回来 然后我们认为说 这个跟所谓的护港通的关键 开始有关系 深港通 深港通的关键 因为其实陆陆续续 会开放的更多 然后加上大陆 也有一些交流SDR之类的 相关的一些政策开放之后 其实会有一些新的 更多投资人参与 那我们给投资朋友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 我们认为 折价股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只有三档股票 A股在 这个H股都挂牌的股票 只有三档在入股 是呈现折价 只有三档 对 只有三档 第一档是海螺水泥 它在A股的部分 其实是折价10%左右 很难得 最近入股在前一阵子 拉回的时候 它反而逆势的往上走 这中国最大的水泥场 对 没错 所以说其实 还是有一些折价的状况 在A股发生 第二个就在福耀玻璃的部分 它前一阵子 入股在回 它也呈现一个大涨 它其实是折价6.5%的部分 还在折价 第三个部分 就是在零户高速的部分 高速公路的部分 因为其实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有折价5.4% 但你看这线图都在往上 快速往上 所以其实最近的话 我们看到 折价刚刚事官有提到 在港股折价的都快速的补回来 就是把价差收敛 在入股也是一样的现象 我们认为说其实 关键还是在于一间公司的竞争力 跟一个下值 我们来看 其实从护港通 看到这个深港通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图片有点小 我们跟大家简单讲 就是说相关的 其实当年护港通的时候 什么股票受的注目 贵州茅台 中信证券 长江电力等等 对 就是这种是产业型的一个龙头 其实在深圳的部分 也有很多属于产业性的龙头 或者是像武良益 或者一些基优的公司 双汇发展 就是肉品零售的公司 对 然后相关像云南白药 东俄厄交 这种就是所谓的 生机医疗 生机医疗的部分 所以这些具有龙头型 或独特型的产业 我们看到最近的股价 其实慢慢慢慢的 开始被关注 这些股价其实就是 我们上次来跟大家说的 叫做脱虚入食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价值 开始被发现 好 那我们回到在地产的部分 我们来看 其实恒生指数最近开始大 可是它还没有涨过 去年10月份左右的高点 可是在地产指数的部分 我们看到 过高了 已经过高了 领先过高 其实帮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恒生指数的内容 恒生指数其实 我们每次讲香港恒生指数 香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其实有四个 现在目前本益比 大概11.16倍 其实不高 跟台湾比 更低 所以其实涨势比台湾凌厉 那这里其实 他们是由四个产业组成 第一个是金融 就是银行 汇丰控股 甲交所 港交所等等 那公用事业 就像电力 能源之类的 然后地产等一下会讲 那我们来讲工商业 就像是他们的电信公司 或是他们的腾讯 就是那个QQ 或是微信的这边 所以其实呢 恒生指数是由 这四个区块所组成 但地产的话很简单 就是石家 刚刚世光提到的地产商 然后大家能看到 他本益比多少 11.16倍 那地产商的话 倒上市在8.73倍 台湾的房地产股 其实本益比也低 可观众注意要因为 台湾的房地产业 它是一个制造业 就是买个地 盖个房子 卖掉 走人 可是香港的地产业 跟美国地产业不一样 他们是买了地 盖了房子之后 开始变百货商场 变卖场 变拜公楼 出租跟长期经营很多 所以他们的现金流 是很稳定的 对 因为其实 最早的香港地产商 原本也是用 像我们一样 就是买块地 盖了房子卖掉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在这个1970年 1980年之后 宏基 新荣地地产 就开始就做这个 所谓的租售并行的模式 所以一部分呢 就是把房子盖好之后 开始租给商场 租给白货 租给饭店 你看到很多香港 一些知名的饭店 或是一些知名的一些 百货 广场 其实都是新荣基旗下的一个物业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那么淋漓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我们前一阵子跟大家说的 这个万科 其实我们先讲一个数据说 我们认为万科带头 这是一个全球富力率时代下的新标的 为什么 因为钱太多 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其实低风险 但是高报酬的都没有了 买不到的情况之下 其实地产商的股票开始被关注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数据 大家虽然说最近的地产股 香港地产股狂飙 可是目前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只有0.8倍 还低净值 对 1997年的时候是两倍 朋友们 这代表什么 其实现在来讲相对 如果我们用相对的概念来看 其实还是不贵 那我们来看 简单来是看万科 万科的话 目前本益比大概13倍左右 股价净值比两倍多 收益率就现金股价值比率 大概3.6% 好 我们来看 我这是美国十年债的两倍 还有多 所以说其实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抢万科 对 对 现在就前一阵子的 保能之外 现在恒大又要去抢 其实都在抢 很多逻辑 因为大家发现 钱真的摆在那边 不到2% 各位朋友 其实有要注意 大陆的房地产商 是这十年发展 最暴力的行业 超级 买一块地皮盖在大楼 马上就卖光光 深夜来抢购 各位朋友 你做这种生意吗 就是我们都还没开幕 外面的人已经暴动了 要来抢房子 这生意真的好好做 结果现在大陆房地产的巨额们 觉得这个钱太难赚了 还不如去买 就是我是地产公司 我去买另外一家地产公司 所以现在什么 融创也要进来 那现在恒大也进来 保能也进来 华能也进来 干脆去买股票比较快 对 因为刚刚事故 没有说就是盖房子之后 他们还不是这样 大陆地产商除了盖房子之外 房子方面还要盖几个商场 盖几个百货 然后都是他们自己的 然后这个商场旁边的人 都会去他们的百货商场 做生意 就是消费 所以他们就有生意做 租金收 可是我们来看 像最近刚刚提到的 恒生地产指数里面 像新铜基地产 本益比多少 10倍多 收益率 比保能还低 股价净值比也不到1 收益率也有3% 然后像这个中国海外开发的部分 发展的部分 本益比7点多倍 股价净值比略高一点 可是收益率也有2点多% 我们简单来看的话 其实本益比其实都不高 大家可以发现 最高的就是大概15倍左右 这个恒浓地产 但它的现金收益率4%多 对 现金支率4%多 所以你看到这边 大概都是2% 3% 甚至是4%左右 这代表什么 就其实这些 一部分是收租 一部分销售的这些地产股 有一点开始 有一种稳定收益型的一个 我最近看到 概念出来了 日本的全家便利商店 就是台湾的全家的母公司 这一个礼拜狂飙 全世界现在大家恐慌到几点 都是用高收益率的概念 在买股票 高现金流的公司 然后股价净值比跟 这个殖利率没有很高 重资产 高现金流 然后高负债 低利率 对 我们来看刚刚提到的 这个新鸿基 就是第一个 诸售并行的这间公司 我们给他讲就是 因为全球现在钱太多 ETF吸金 因为不只是台湾 现在香港也是一样 他们的基金经营人 也是很苦恼 为什么 因为都涨地产股 都涨大型股 看起来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管理 就会有很高的迹象 因为被动式的基金管理费 比较便宜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台湾就是看台积电 就是一直涨一直涨 香港的话我们来看 就涨地产股 没有错 因为像新鸿基 它2011年的EPS 有18.7亿元 然后配息 其实都很稳定 都是3.35 12年也是3.35 13年也是3.35 在这样逻辑之下 它其实收益率 平均都在维持在 2到3%附近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股价就慢慢最近 在全球需要这种 低估值 但是高收益率的 商品的情况之下 就被买盘买上来 是 所以我们看到 香港股市现在大涨 特别是地产股的狂飙 到底我们看到 什么样的景象 第一个 深港通感觉在加速 所以我们看到 A股跟H股的价差 在快速收链 外面有台湾有很多 投资入股或港股ETF 这个商品可以做掌握 另外香港地产股的爆充 一个是全球稀有的 安全资产越来越少 从国债到公司债 现在回到 就有高现金流的地产股 包括日本 今天全家变业上面 在这个礼拜连续 不是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就开始大涨了 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全球对于资产的渴望 跟拥抱 跟追逐的态度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也是官方特别要注意到 风险的变化 好 我们特别看一下 这个97风暴会在演吗 香港的地产业景气很差 可是股价却做喷出的发展 我们另外回来观察 全球的大国博弈 泰国在这个周末之后 正式拍板 泰国从曼谷到清迈的高铁 由日本新干线得标 那另外彭博社公布 泰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什么标准 到底什么标准 很正高 我们来做进门的节目 好 大家都关注 自从印尼的高铁之战 我们看到中国打败了日本 这个取得了印尼的递单 当时日本其实很生气 在印度也好 在泰国也好 势在必得 要把这个订单给抢回来 事实上日本新干线的出口记录 跟中国高铁的出口记录 其实并不多 所以大家愿意为这个记录 多付出点成本 为什么这个叫试验线 假如能够成功 是不是可以复制到别的国家 好 我们看到8月6号 泰国跟日本正式签订了 这个铁路的合作备忘录 那日本跟泰国两国政府确认 泰国将采用新干线的技术 来做连接首都曼谷到清迈 这个长达700公里的高速铁路 所以这也是继台湾高点之后 新干线在全球第二笔的生意 算是相当成功 那总金额是2730亿泰铢 大概约合台币是2460亿台币 那这个另外日本会提供百分之百的低息贷款 那利率最高不会超过1.5%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泰国的高铁 正式由这个日本来做拍板跟定案 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那不是得罪中国了吗 那泰国政府非常聪明 马上做出了第二项决议 为了平衡跟大陆的合作关系 泰国跟中国也同意开发一个900公里的铁路 而且比泰国高铁再更快在今年9月动工 那观众看这个地图 因为刚刚一个是从曼谷到清迈700公里 那跟中国的铁路计划 则是从昆明一路到曼谷 是呈现一个人质型的900公里的路线 但这条铁路也为了整个中国 在东南亚布局的铁路 进行了一个连结跟贯穿 因为观众注意到 最近像伊朗跟俄罗斯 也积极地跟亚投行升级资金 因为一带一路 看着现在动作全部动起来了 在未来的三年之内 假如你能赶上 中国所营造的一带一路计划 你就可能变成 这一带一路的核心国家 但假如你一失误 像这条铁路不通 那很简单 那通缅甸到印度洋 那从越南出来 还是进入南海 所以事实上 大家都要抢定价权跟定位权 你越早决定 那未来整个东南亚 就是以你泰国为核心 所以事实上 包括像现在巴基斯坦 包括现在伊朗 都可以加快 连印度都开始紧张 因为印度对于加入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刚开始蛮排斥的 结果发现中国的铁路线计划 好像都跳过印度了 都直接从新疆到巴基斯坦 新疆到哈萨克 新疆进入俄罗斯 南边新疆从泰国马来西亚出去 怎么印度被包围了 所以印度最近也开始加快 融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好 这一带一路计划我们再提 主要我们要讨论 这两个计划的冲突 泰国同时进行了两个铁路计划 一个就是泰国人质型的铁路网 从今年九月份动工 而且这个很麻烦 这泰国人自己出钱 中国人只帮你盖跟技术转移 可是出钱跟经营 由泰国政府负责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铁路计划 第二个 高铁也要做 那这个高铁是日本人出钱 那泰国人负责经营 日本人负责施工 那这条高铁跟通过的 泰国跟中国的铁路计划 不是会有冲突吗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高铁 为什么最后由日本得标 官朋友你知道这台高铁盖多少钱吗 这台高铁我们刚才讲过了 2700亿泰铢 700公里的高铁 造价2460亿 700公里的高铁造价2460亿 官朋友台湾高铁 全长345公里 造价超过6000亿 你去算等于泰国的高铁 是台湾高铁的价格的6分之一 那当然我们可以讲台湾的高铁 因为很多山洞路不平又地层下线 泰国何尝不是 越到清迈而进入山区 可是为什么泰国人能比台湾人 拿到6分之一的价格 不是泰国人太聪明 就是台湾人是白痴 6分之一的价格 新干线就把泰国盖700公里 甚至我们跟全球做比较 这讲话不客气 这条铁路盖得太便宜了 它不要跟香港比 也不要跟英国比 也不要跟法国比 跟美国的高铁计划的成本来比 都只有美国高铁计划的3分之一 结论出来了 新干线为了得到这笔订单 它准备大赔钱 它为了得到订单 拿出一个超低的价格 来进行得标的计划 所以这条高铁先预估 50年之内是不可能赚钱的 而且它的运营人数非常高的标准 所以我们才讲 安倍的三支箭射到泰国去 因为这条高铁永远不可能赚钱 可是为什么日本要那么争取 泰国高铁的一个计划呢 所以万民跟我们家来观察 第一个 这个事情在泰国大得利 因为两边都讨好 第一个 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 我们看到哦 泰国也在本周 OK没问题 我泰国出钱 一切方案就开始执行 从九月动工 那另外 这个泰国的高铁 既然日本出钱出那么低 只要中国高铁的五分之一 好吧 那就给日本人来盖 所以大家都高兴 就这个答案 各位朋友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泰国的消息 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 这个美国这个杂志当中 彭博说 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 是泰国 它的标准是什么 失业率加通膨率 各位朋友这个标准 我们就有观察 因为这个标准是西方国家 给新兴国家所定的标准 可是为什么是泰国得第一名呢 各位朋友注意到 他得第一名的背景 才在三年前 泰国军政府 把泰国的民主 才刚刚给践踏了 刚刚给推翻了 泰国现在没有民主了 因为放弃了西方制度 所以达到了西方的标准 各位朋友这问题注意到 要达到这个标准 你就要用一个制度 结果放弃西方的制度 达到西方标准 到底是标准有问题 还是制度有问题 我请教万民哥 从这次泰国 这个外交策略太成功了 都讨好了 中国也得到好处了 日本得到面子了 然后泰国得到理智 三大国家 这个高铁方案太成功了 您的观察呢 这个泰国这个国家 人很聪明 这个也很善良 在很多东南亚国家 比如说这个法国是英国的 没有法国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 缅甸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这个泰国从来没有被人家殖民过 他都一直维持一个独立的国家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对外 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态度 甚至于连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日本进军东南亚 到了泰国以后 泰国也自动开门 借入给日本人去打缅甸 当然那个时候缅甸是给英国人 去打马来西亚 战后呢 这个战胜国也没有 把泰国政府进行清算 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去 借到给这个日本 但是你就晓得这个国家 他有很大的弹性 对他有很大的这个 主权是狗屁 利益才是正道 那这个上个世纪 1970年代以后 这个日本积极的这个对外 发展这个所谓关系的时候 对不对 泰国一直是日本的最 这个重心 你看现在这个泰国 这个出口里面 进口里面有24% 是从日本来 你看那在中国的比例 就没有日本那么高 那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 有三分之一 大概1675亿的美金 累计到现在是放在泰国 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台湾 超级悲哀的国家 高铁新干线给泰国人干 只要六分之一 台湾最大的一场车厂 在泰国也有设厂 哪一家我就不要讲了 台湾最近出一台小车 泰国淘汰的模具 拿到台湾来量产 就台湾人非常追捧 这辆日本汽厂的汽车 所以观众 你看这辆车厂 就是反正事实上 属于所得大的 台湾也是属于所得大的 你注意 同样车型到泰国 为什么泰国车型 永远比台湾先进 台国车型 我们不能升级跟泰国 因为一定要等到 泰国厂的模具 要淘汰了 才会来到台湾来做生产 所以基本上 假如泰国跟台湾的话 我们是差很远的 我们等于是 日本的汽车 包括本田 包括丰田 在泰国都有研发中心 对 台湾过去一直到现在 可能还都是这样子 主要是属于这些 日本大车厂的这个 东南亚市场的一部分 它的总部当然是设在 泰国 所以车型 开发 供应链 对不对 是跟着这个 泰国总部的布置 去移转 至少我们同步 也不要人家淘汰的模具 拿到台湾来生产新车 很难看 因为研发中心是在泰国 但是由这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泰国 每一年的汽车生产量 将近两百万辆 在亚洲国家来讲 除了中国大陆 日本以外 它已经算是第三大的 它是有一定的实力 其中 得利于日本的因素非常大 大陆这几年 虽然透过东协10加1等等的 或者说是贸易的优惠 但是进入泰国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相对的 它除了透过泰国的华侨以外 在商业实力的影响力 可能跟泰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日本为了保持 它在泰国的优势 它在这一次的 泰国高铁的争夺站上 是谋除了权力 比如说中国大陆 只愿意提供2.5%的贷款 日本透过政府的开发援助基金 这个投资可以最多不到1.5% 事实上听说还有0.8%更低 这个做下去 泰国不见得会亏钱 那日本一定是亏钱 为什么 泰国一定赚 对 因为大家一般来讲 这个中国大陆建高铁的成本 平均大概只有日本高铁的四成 对 那你就晓得这个日本做这个生意 怎么样赚 怎么样算 这个算盘 这个它可能日本都不会赚钱 但是就日本来讲 它也没有亏 为什么 日本高铁在国内有巨大的剩余产能 对 那只有透过政府补贴的方式 从海外拿到订单 然后把设备出口 这就是像事官刚刚讲的 日本的三支舰 在公共建设的这一部分 有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是要借印度 或者借泰国高铁的出口 然后才能完成 这个事情你也看出来 泰国在中日两边的争夺过程中 它哪边也不要得罪 因为就地缘上 其实泰国这几年 跟大陆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以前塔性在的时候 是对大陆一面倒 其实现在军政府 虽然美国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它包括买武器干什么 像大陆买的越来越多了 包括飞弹 包括大炮 坦克 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 像乌克兰买坦克 这个坦克 乌克兰坦克 签了约 四年下来 交付的坦克 还没当初订约的五分之一 最后又转向跟大陆去买 包括泰国最近要买潜水艇 也向中国大陆买 所以你就会看出来 泰国其实很能够善用它的筹码 两边压住 哪边有好处 它就向哪边靠 不吃白不吃 不拿白不拿 日本人既然愿意 做那么大的牺牲的话 泰国是个便宜非战不可 我要请院老师 因为事实上就是 我们这个回来要讲政治 台湾很失败 假如我们引入日本美国 跟中国在台湾的争夺 我们不要亲任何一方 假如台湾高铁只要六分之一的价格 按照高铁折旧 在票价的四成来计算 台北到高雄 不要一千块的车票 假如我们是懂得运用 这种国际角力化 其实台北高雄好便宜 可能八百八 七百七就做到 现在一千四一千五 台北到台中 可能三百八 台北到桃园 可能比捷运还便宜 什么原因 就是泰国利用了很多的方式 在大国之间 他自己做不出来 可他会调禁你们 玩弄你们 中国你也要对不对 把日本抓进来 日本也要 把美国也抓进来 日本你们都炒饭了 我把欧洲再抓进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百年来 泰国人过得定幸福的 可是我们这边要观察 彭博社说泰国是 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最不痛苦 他的标准是失业率加通膨率 可是很荒谬是因为 这个东西 这痛苦指数 其实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是不太用 通常是给新兴工业国家 来做使用 来做个标准的审核 可是很荒谬是 三平前 泰国军政府 把泰国的民主推翻之后 竟然达标了 这是个哲学问题 到底是这个标准有问题 还是西方的制度有问题 西方的标准碰到西方的制度 结果有一个人赖皮 不用大家讲好的制度 竟然得到了冠军 就跟吃禁药一样 泰国吃了什么禁药 能够达到西方最高的标准 最快乐的国家 怎么观察 我跟你稍微说一下 我怕大家听不清楚 你这个到底要问到 就是说最幸福的国家 是怎么达成的 我先定义一下 因为我们上哲学课 总是要跟学生讲一下 什么叫幸福 幸福有个特性 它一定来自于精神层面 它不会是物质的 为什么一定是精神层面 因为精神层面 是来自于内在的 就是说我现在 不管我活得怎么样 我不会因为我开什么车 吃什么牛排 住什么样的房子 而感觉到幸福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外在东西 是有可能被剥离的 所以我内在的部分 是有可能不被剥离的 所以泰国人会达到 这个世界最幸福国家标准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的文化 也就是小圣佛教的文化 泰国人基本上认命了 认命认到什么程度 就像你讲的 表面上是主权都可以不要了 就是说你要经过 我这边打这个的话 你只要不殖民我 甚至于有的时候 去泰国玩的很多欧洲人 都觉得到那边短期 当了殖民领主了 为什么 因为那边要什么 有什么 听说还可以租个太太 什么的 时间有一个礼拜的 一个月的 还有半年的 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生 所以整体来讲 泰国人是一个非常非常 爱好和平 友善于大家的 但是有一点非常例外 就是在这个2006年 当这个塔姓 因为以这个贪污的名义 这个潜逃到英国去 没有回来 这个塔姓本身 这个你刚刚问的问题 就是说 一旦民主给你自由投票的权利 从2001年开始 所有泰国的选举 通通塔姓获胜 一直以赢到2006年 把他好不容易赶走以后 塔姓在英国遥控 换了妹妹 叫尹拉 再来选 结果又选上 所以说 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 是你让我没得选 我就任命 你让我有得选 我就表达很强烈的立场 所以那段时间的时候 在整个曼谷街头 只剩下两种颜色 非蓝非绿 而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的红色跟黄色 他们彼此之间的对立 也搞出轮胎来烧 也有对立 也有强 对于说泰国人爱好和平 你看他们接同抗认 非常凶 哪是和平 一点都不和平 泰拳也很凶 泰拳超残忍的 非常残忍 我跟你讲 像我们上去 我们这种体力 大概搞不到两三拳就垮了 但是泰国人本身来讲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文化 他整体来讲 这个文化 我稍微仔细观察 就要发觉 你只要让我有机会做选择 我就坚持到底 你让我没有机会做选择 我也摸摸鼻子就走 所以这两天 泰国的军政府 拿了一套四不相的宪法 要他们来公民票捷 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凡是有人说这套宪法 还没投票前 说他不好的 通通抓起来 剩下的人来投票 也通过了 也通过了 你没有看到曼谷大型的暴动 没有 那如果说在台北街头 我们是坚持这个黑白 一定要分明 不问颜色 只问黑白 那就是拼到底 有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社会 对于自己吃亏 还是占便宜 弄得非常清楚 我就很怀疑 泰国人本身来讲 你如果不给我选择 那就算了 你如果给我选择 我就也跟你拼到底 所以我基于这个观念来讲 泰国人本身内在的幸福 是来自于他国家的特色 林老师 我们常常讲 我们今天 不管看节目的年纪 有很年轻的 有一些是 跟我世光一样大的 有可能是一些长辈 我们面对社会的普世价值 有标准 那有制度 我们按照这个游戏制度来玩 像我们经营节目 就是看收视率 这没办法 这人家定的游戏规则 游戏制度 我只有在这个规则当中玩 才活得下去 才能达到我的目标 所以制度谁定的 没有人想过 我来电视圈的第一天 这制度就定好 被等我的 那我只在过程中努力达标 为什么能达标 大家给我拍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达标 制度跟目标 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制度 为什么我要达成 这制度定下的目标 这才是责问你 你会怎么根本 不管是20岁的人 50岁的人 80岁的人 人一辈子 都被一些制度捆绑 都被一些目标所捆绑 像最近宝可梦 现在最惨的是 鬼月 以前说晚上不能出门的 晚上只有钟馗出去抓鬼 谢观伴 请去看 全台湾晚上都是钟馗 每个人拿一个符 到处在抓鬼 这鬼月规则变了 钟元节不见了 这宝可梦来的 从来没想说 晚上鬼月不能出门 现在晚上一定要晚上出门 所以制度谁定的 标准怎么定的 您的观察 你这个讲的观念非常好 我刚刚说过 幸福是来自于内在的 但是对于物质的享受 也不能够完全没有 所以像泰国现在的话 他们能够达到最幸福的国家 就是一个就是就业率 就是失业率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通货膨胀 标准谁定 这个标准的话 一般讲起来 这个标准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说 我如果有个工作 但是有个工作 你会感觉到快乐原因的 首要条件是你不在乎薪资 大家都搞错了 因为你现在讲到薪资 什么叫做令人满意薪资 另外你的通货膨胀率来讲的话 东西就便宜 如果通货膨胀率不高 两者加起来最低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标准在定得的时候 一方面是大致上来看到说 是讲求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当中 会认为这种是达到幸福 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泰国做到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是把原来客观的标准 内化了 就是说如果有一群人 泰国的薪资是不高的 然后通货膨胀率长期来讲 大家都觉得便宜 他把这种两者观念 内化的结果 变成他精神上很幸福 林老师你马上打你脸 台湾 台湾是世界第五名快乐国家 关门你相信吗 你是世界第五名快乐的人民 你相信吗 你是全世界第五快乐的人民吗 来标准人家定的 这是全球的标准 我们每天就在 马英九为什么糟糕 就是有这个标准在 他就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玩 玩到现在之后他很快乐 他觉得我做得很好 台湾人民世界第五名 我按照这个游戏的规则 达到这个标准 结果被台湾人吐口水 老师又回来 制度跟标准问题 这个事实上 讲泰国文我们不知道 台湾人就知道 我刚刚跟你强调的 真是这个重点 就是泰国人人家 原来就是强调他的文化 小圣佛教 和平顺从 各方面来讲 人家没有基于 要达到这个标准 来创造出这种外在幸福 这种假性的幸福感 我们现在到处告别人讲 告诉别人说 你在台湾你觉得东西便不便宜 便宜 然后你信不信服 要强迫人家说信服 但是东西 就是说这个通货紧缩 或者说是通货膨胀率下降 以及我们的这个就业率 因为薪资不高 所以普遍就业 这个失业率也下降的情况 我们千万千万 不可以拿这个标准 当外在的标准 我们要问自己 就说不管怎么样 在精神上要快乐 到底快乐来源是来自于 像宁老师这样的自己 还是来自于上层 在国际当中 聪明的领导能力 这我们持续做个观察 然后下一个阶段 我们看一下 最近开始变得也快乐的菲律宾 这个杜特迪有个特色 单越清美 双越清中 这个杜特迪一下清美一下 清中是它的外交 另外对国内毒犯的杀 屠杀 已经快到一千人 好恐怖 只要你看毒犯 你就可以开枪马来沙 到底杜特迪是个什么样的人 会把菲律宾带到什么样 是快乐的泰国 还是不快乐的台湾 就我们往回座进门观察 全世界都很有政治智慧 杜特迪最近跟美国驻菲大使 现任大使对干 他特别指这个驻菲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高德伯格 他说你是个gay 观众 这个话其实听到中国人很高兴 为什么东方人就 你跟美国闹翻得很高兴 对于美国人没感觉 因为对于同性恋这个议题 其实西方是比较能接受的 所以你骂我是同性恋 或怎么样 不叫骂 那只是一个性别多元开放的 必然结果 可是在于东方 你讲人家同性恋 大家都感觉怪怪的 所以杜特迪用一个非常聪明的字眼 取悦了中国 又没伤到美国 是不是很聪明 观众 所以骂人要有技巧 就是想要得到人得到了 不想得到人也没听到 所以基本上杜特迪最近 就是指责说美国驻飞大使是个未娘 为什么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选举之前 其实驻飞大使就发表了非常多言论 对于杜特迪有非常多的质疑 试图影响菲律宾的大选 所以这个梁子结大了 在同时我们看到他派出了一个老人家 就是罗牧斯 菲律宾的前总统访问香港 试图针对中非关系进行破冰 万民哥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因为罗牧斯只访香港 因为大陆官方已经很简单了 除非菲律宾愿意搁置国际法庭的南海争议的仲裁 不然中非没得谈 派出罗牧斯去香港 敲敲门摸摸路有用吗 您观察 我觉得至少表现出一个态度 因为罗牧斯是菲律宾 很重要的一个清华派 他曾经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理事长 你就想他跟大陆关系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我看这个电视上 他到香港以后 他也不晓得他到底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到北京去 到香港要见哪些人 他也不知道 他也到现在 他没说他不知道 他是说我还正在安排 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反映出 大陆跟菲律宾的关系 现在就是说之前是弄得很僵 现在这个杜特地想要破冰 是有一定的难度 杜特地要破冰 我觉得是几乎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他个人的政治风格 因为他不属于传统菲律宾 那一百八十个政治家族中的任何一员 所以他表面上就不靠谁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他靠这个罗木萨 罗木萨是菲律宾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家族出来的人 跟以前的马可思甚至于都是表亲 所以他也要去拉拢国内的这些传统的政治势力 那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人的行事风格 你很难捉摸 我即使相信美国到现在 也不敢完全放弃他 也不敢完全信赖他 他现在对毒贩的屠杀 真的是太恐怖 死了一千人 可不过没有一千人多不多 菲律宾有一亿人 其实说实在话 把几个淹毒贩 淹毒贩真的坏透了 不仅害自己还害别人 杀一千人我觉得太少了 其实对于杜特迪来讲 一亿分之一千 他还觉得太少 一亿分之十万 他可能才会满意 所以基本上现在菲律宾的屠杀 还正在开始 只要你看到是毒贩 拿枪就可以干掉他 这很恐怖 他们家的人在菲律宾南部那个达祸市 当市长累积起来有三十多年 他自己大概干了二十二年 这个在当地人 当地人像杀人 他自己都组织行刑队 就是说都杀了 听说有一千多个人 被他这个处决 但是达祸市的这个治安 卫生 还有环境 可以说是菲律宾最好的 什么样的国家 就是杀人杀越多 民调越高的 按照西方美 就是他每杀一个人 民调往上爬 杀越多民调越高 而且官民有事成等比级数 杀五个民调涨一趴 杀五十个涨十趴 杀五百个民调冲顶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因为你去过菲律宾的话 你就知道 这菲律宾每一年 发生的政治谋杀 有几千个人死掉 所以你说那一千个人 是其他的因素 也不是什么政治谋杀 好像也不会太有人 太在意这个事情 在乎是说 你能不能把国家 把这个系统治理好 这是他当初选举的口号 另外一点 他就是基于他政治现实的考虑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图 菲律宾的现在这个进口 进口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占了百分之十五 可是很奇怪 他的出口对不对 最大的国家是日本 其实是美国 中国大陆只占百分之十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理论上 他的出口到大陆市场 他产品在大陆 应该也有一定的市场 那就表示过去 他跟大陆之间 就是说以前的总统 因为这个政治的因素 外交的因素 跟大陆关系搞得不好 影响到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贸易跟出口 所以对杜特利来讲 他是要解决失业问题 他是要创造就业人口 他要去改变这个国家 所以那个过去总统留下的包裹 他没有必要要去接 那从美国的立场来讲 美国对菲律宾 其实也不太关心他的经济 只关心到什么战略的前缘 还有军事的部署 那这个是菲律宾 目前来讲他不想要的 或者他不想完全依靠这个东西 去当美国的马前卒 这个对菲律宾的利益 没有什么意义 对 我要跟你讲 我观察 你怎么观察杜特蒂这个人 他这是初一十五不一样 一下亲美 其实观众我们看到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会 都比台湾高 都喜欢在大国之间游走 得到最大利益 菲律宾现在来这一招 可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开门 来迎接罗牧斯 你会怎么解读 这个东南亚国家 我们往往不了解 所以说喜欢轻视他们 其实东南亚国家 它的地缘政治上的位置非常好 就是我们提到别的国家 像新加坡不要讲了 像越南就玩得非常漂亮 玩得这个中国 美国 连俄国都玩进来了 他玩得都是非常得心应手 为什么 因为它的地缘关系重要 然后大家像是包含了 中美 日 俄都要去那边争取它 所以日本才会说是用消价的方式 跟泰国卖火车 高铁 或者说是越南本身啥事也不用干 马上就参加我们每天梦寐以求的 TPP 这种问题 菲律宾是所有东南亚国家当中 我觉得是最特别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国家 从马可市执政以后 大概30多年来经济没有什么突破发展 对 这个民心旺志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杜特迪今天之所以这么大的原因 就是菲律宾总统是连选不得 就是不得连任的 选上以后他就大干特干了 他讲了 你们没有讲清楚 他说你烟烏饭 如果你敢还手 我把你全部杀掉 是 咱俄会这样讲